高铁的安全是不是出现了漏洞了 今天上午7点多的时候 有一个男的闯进了高铁苗栗段的轨道 造成有9班的班次 5000名的旅客行程都受到了延误 这男的这个月就两次的轻易的闯入了 高铁的安全防护是不是该检讨了 高铁轨道被人闯入 在这处阶梯 男子爬过了围篱 直接走上了高铁轨道 还有路过了高铁驾驶及时发现 但也造成了南北双向暂时停驶 5000名乘客行程全受到影响 你不怕上去被电到 触电了 为什么 那高铁电很高耶 就是这名男子闯入高铁轨道 而且几年来还不止闯一次 但问题就在高铁的轨道 怎么这么好闯入呢 重回现场 男子第一关爬过高度 只有1.5公尺的铁围篱 照道理说 应该会有监视器发现男子的行踪 接着男子在爬上了轨道陡坡 直接爬过只有0.5公尺宽的轨道栏杆 还好没有触电 也没有被列车撞击 前后延误了 南下北上各5班列车 现在已经恢复正常运转 男子把高铁轨道当成自家多次闯入 而且都在同一个地点 由于高铁的苗栗路段 大多像这样子的陆体轨道 爬过的闸门走上陡坡 就能够直接爬上轨道 而相关的监控 似乎还有加强的必要 中文文一超彭志明 苗栗台中采访报道 同一篇 一篇